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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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泽先生 不愧是我们亚洲第一流的音乐家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金美洲 感谢小泽先生 为我们献上了 如此一场音乐盛宴 非常荣幸 其实 应该感谢 范先生 如果没有他的配合 今天 我们就无法完成这样一场演出 其实我向小泽先生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谢谢您 范先生 不用客气 他们叫我金耳朵 但是你那耳朵比我也不差 可以说 你就是中国的 北斗粉 小泽先生严重了 不 我 一定要和你好好的聊一聊 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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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任 我没事 您坐吧 这个贼竟然偷到我们华村家属院了 我一定查个水落石虫 你说你这总务厨厂怎么当的 是是是 一定查 一定查 主任 对不起 工作恐怕要耽误了 先把身体调养好 我回去了啊 麻烦好好休息 谢谢主任 休息吧 休息 休息 你去吧 我不是跟你说了小心点小心点吗 我本以为那华村家属院的人 全去看演出了 没想到康子晴半路杀回来了 他看见你了 那懂了 有什么发现吗 有重大发现 我在他们家找到了几本书 上面盖的印章和汉原书典一模一样 你核实过 核实过了 核实过了 主任 要不要我们马上转任 光凭一个印章 还不能说明明 最好要有一个 更加有力的证据 有力的证据 现在不是手上没有吗 那个录音 倒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可是那个录音太短了 不能说明就是他呀 那是因为你不是专家 这事需要专家来确定 谁是专家 那个小子一郎 不是号称是日本的 金耳朵 对呀 不许大声喧哗 好 他可是名副极实的专家呀 我明天就和他进过来 怎么样了 我这儿不用你陪 你回去吧 医生说了 只需要留院观察两天就行了 你跟他们演戏呢吧 画头 你今天晚上演出怎么样了 特别好 我听说今天晚上 刚进度的走是你 太可惜了 我真应该去听一听 好久都没听医院会了 我记得上一次 应该是听练琳哥乐 爱乐乐团的演奏 你听过练琳哥乐 爱乐乐团的演出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乐团 好久以前的事了 这么说你应该去过俄国 应该说 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经历了 但我听流亡到上海的白鹅 他们对苏鹅的评价 可不太好 这很自然 他们都是革命的对象 他们中应该也会有 不坏的人 这是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道德好坏不是标准 任何人为什么要斗争 为什么要相互残杀 日本为什么要侵略中国 难道一个民族的生存 一定要以另一个民族的 灭亡为代价吗 你知道人类本性 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吗 坦来 难道这么说 人类就没有希望了 当然有希望了 建立好的制度啊 让所有人的理想和要求 都能够达到 人和人之间没有压迫 这才是真正的和平 这就是你为之奋斗的理想 我希望这是所有人的理想 听上去很美 我听说昨天你们华村闹贼了 你看现在这身闹网 连你们特工部都敢进贼 这天底下还有派分的地方 我怀疑啊 肯定是你们内部人干的 行了 吃饭吧 主任 主任 爸 豆三你来得正好 我听说昨天你看见那个贼了 我没看见 那这要是让我看见了 不一个应照顾就把他拿下了 你得讹了吧你 你要是真看见呀 你早走得演员的去了 这你那个小胆 这 吹吧你 吹吧你 蛋蛋 你吃好了吗 吃完了 妈妈 那 我送你上学 嗯 好 爸爸再见 再见 路上注意安全啊 嗯 主任 主任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说 我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 看见陆处长从话村里出来 一瘸一拐的 后来我在楼上遇到康顾长 就说他家里闹贼了 我想会不会是 你看清楚是陆天机了吗 看清楚了 我还跟他打了一声招呼呢 肯定是他没做 这事还有别人知道吗 应该没有了吧 当时就有一个人 不准对外人说 明白 请进 您好 范先生不在 您是 我是 小泽先生 您怎么来了 范先生 我来找你聊聊 哦 子琪 这位就是小泽一郎先生 哦 您好 来 你先买口饭吃了 我来 你又回来 那是 呀 面antic 有关键吗 所以吗 你不做什么 我云记了 你也会不提倡 然后你会儿 你要不提倡 要计算我 你会有关键 好 慢用 您请尝尝上海的四大金刚 四大金刚 是 是什么 您是外地来的吧 四大金刚都不知道 就是豆浆 油条 牛饼 吃饭糕 好 难用 上海人要是每天能吃到这四样东西 就已经很幸福了 四大金刚 好 您是日本人 你好 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随意地吃一顿早餐了 这种感觉太好了 您慢点吃 我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太失礼了 您不像是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 是什么样子 至少和我平时看到的 不一样 我听出来了 你不喜欢日本人 这个你骗不了我 别忘了 我可是 精耳豆 我自己不喜欢 也有人 您 您 我想您应该清楚 中国人和日本人 本是同文同种 应该牧林友好 没想到现在却刀兵相尽 真是大悲剧 更可悲递是 我目睹这样的悲剧 却无能为力 我想如果你们不是 以现在的这种方式来到中国 就不会有这场悲剧的发展 这是一个 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 错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现实问题 范先生 我们是音乐家 不是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音乐的力量是可以 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地方 小德先生说得对 音乐的魅力的确可以没有过前面 但是音乐家的感情 是有国家和民族的 就像这豆浆油条 我对他们的感情 跟您不一样 范先生 你爱你的国家 我也爱我的国家 为什么 同样的爱国情节 我们 就要成为敌人呢 爱国不可以成为亲人别的国家的理由和借口 否则正义和功力在哪儿 你会说 你说得很对 我也反对使用暴力 终日之间 应该用更好的办法解决问题 但 如果不是中国 对日本过于的排斥和抗拒 事情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理 侵略者总是将侵略的理由 归结于被侵略者的反抗 这么说 我们真的不能成为朋友了 我想等到 终日真正实现平等与和平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友谊 才是真诚的 您说是吗 小子先生 大岛队长请您回去 小子先生 大岛队长请您回去 嗯 太遗憾了 此大金刚吃不掉了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款待 本来想跟你好好地认真 可惜今天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您今天就回去了 是 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次合作 一路沈风 谢谢 请 小泽先生 这么早就打搅你 我实在是抱歉 我听说 你马上就要回国 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请讲 你马上就要回国 这事要改神了 我这里有两盘录音带 是想请小泽先生判断一下 两盘录音带里说话的 是不是同一个人 您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出了名的金耳朵 所以您的判断 就是我们有利的证据 是 您好 是郑小姐吗 是 我是看原书店 您要的书到了 今天晚上方便的话 就可以来取 我们九点钟关门 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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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郑小姐吗 是 我是看原书店 您要的书到了 今天晚上方便的话 就可以来取 我们九点钟关门 好 请问是同一个人吗 任何声音 我只要听过一次 就不会忘记 从没出过差错 这两段录音里的女人 不是同一个人 不是同一个人 陆书长来了吗 没有 那老邦呢 邦书长正在华村看下现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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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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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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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交给我我来吧 你放心 对不起 这件事情非常危险 但事业只能这么做了 不过你放心 我会教你怎么做的 对不起 这件事情非常危险 你放心 我会教你怎么做的 除此之外呢 医院那边还有一些 漏洞我们没有补上 我恐怕李世杰会找人去调查 什么漏洞 范君 板本君 范君 你果然在这里啊 这位是范夫人吧 你好 我是板本雄二 是范君的好朋友 你好 不好意思 我不能下床 这么久不见 你的执法还是这么细腻 刚开始我还很担心 怕你啊 把演出给搞砸了 这可是我们乐团 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演出机会啊 本本君来是 给 这是你的第二胎吧 如果小孩生了 那可记得请我喝酒啊 好 那我不多说了 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就先走了 再见 谢谢您 好 谢谢 谢谢 鸡 您 好 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衷心祝福你和你的妻子 平安 庆富 小泽一郎 那个日本老头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弄了半天 我们又白忙回城 请问是同一个人吗 任何声音 我只要听过一次 就不会忘记 从没出过差错 这两段录音里的女人 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他和书店没有联系 那 那几本书是怎么一回事 他去过汉原书店 又怎么解释 对呀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就抓住这顶往下查 一定能查出过什么东西来 查康子晴 不能着急 只要盯住了他和范伟臣 就一定会有眉目的 可是 我怕我们的人他认识 会被认出来 让警察局的人去 他们的人 面胜 好 我去和老马说 等一会儿 老姆 老大 老大 你最近是辛苦了 来 弟弟 敬你一杯 这案子查得怎么样 没一点尽量哪 那个女工党嘴拍真硬 一个字都不说呀 扫着这么棘手 我就不惹这麻烦了 现在倒好 丢我丢不出去 知道了 哥 你不iviti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记得你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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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呢 这个汪太太啊她在渣北有一个餐户 那餐户里的啊有两千多件棉纱呢 可是这个第七师呢非要给她征用了 这不汪太太就托我给她走走关系 她还跟我说这事成之后呢要给我五百件 你知道啊现在这名刹价一天一天地上涨 这五百件那是多少钱 一千多块的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啊 现在外面传说我 吞起居起 扰乱市场上面让我做解释 我怎么说 你跟我瞪什么眼啊 现在做买卖的又不是我一个人 那个李局长 陈局长 他哪个干净啊 谁不做生意啊 现在家里花销这么大 你说我不偷偷忙忙做点生意 你们吃什么呀 我这么辛苦地做生意不也是为这个家吗 好好好 你清高 你不要回来吃饭好了 你找那个汪主席去 他把你拿下的水 你找他吃饭好了 你乱讲什么呀 我怎么乱讲了 吵什么吵啊 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我没吵 我就是说话声音高了些 走吧 回去睡觉 顺便说一声 明天继续让老范来 我还是要让他来叫我钢琴 你不把人家开除了吗 我高兴再把他请回来 不行吗 你这孩子超什么疯呢 你明天到医院去一趟 干什么 去看看康子琴 我不爱去医院 那地方不吉利 你去看看康子琴心体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为什么还不出院 那你帮我问问 棉杀的事情 你怎么跟我做起交易来了 你问不问 我问 行了吧 怎么样了 没事 我的好妹妹啊 快担心死我了 快让我瞧瞧 你伤着哪儿了 没伤着哪儿 那天我听说你受伤住院了 我这一宿都没睡啊 也刚巧啊 那家里来了些人 我也走不开 要不 我那几天就会来看你了 没事 这还好 这气色还挺好的 是 嗯 那我现在呢 最主要就是 时不时的会胸闷 关键是 肚子有时候会疼 那 医生怎么说呢 医生的建议 是希望我能多休息 那是必须的呀 你现在呀 养胎是最重要 可不能动了胎气 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吧 你们主任还跟我说 要给他带好 问他一下 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呀 我说心里话 我也急着出院 可是医生建议呢 说这次呢 希望我能调理好身体 再出院 是啊是啊 赵李呢 是应该这个理 可是你现在呀 他不比旁人 你们主任啊 很器重你 哎呀 什么事情啊 都得非要你亲自去 他才放心 你现在呀 就是他的左膀右臂 您这严重了 我没那么重要 范先生 安琪 你来看自己 是 也不是 什么意思 我想找你聊一聊 有时间吗 我没有什么可聊的 自然是有的聊 才会来找你呢 怎么 你不会连我一个女人都怕吧 你到底想找我说什么 聊一聊你和康子琪 有什么话就直说了 我都别绕完她 好吧 康子琪是什么身份 我想你胡说 你也应该更清楚 你们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 这个 你也应该更知道 我会不会明白你在说什么 康子琪是抗日分子 那你为什么不去举报我 我为什么要去举报你们 这样你不就立功了 你真的以为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告诉你 其实 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 李太太 李太太 你怎么还在这呀 我那两千件棉纱 马上就被人抢走了呀 大姐走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晚上把你去第七师 你到这里干什么呀 什么呀 今天一炸着 那第七师就到我杂备的仓库 说是要把那群棉纱全部都拖走啊 你知道的 棉纱现在是管制物质被查到了 是全部都要被没收的 我又不能报警 我能不着急吗 别急别急 我跟你去还不行啊 我 真的不行 大姐你要有事 你去忙吧 我这儿没事 子晴真不好意思啊 我真有点急事 我改天再来看你 啊 休息吧啊 休息快走快走 我 我感觉不错 你不错 我跟着你 我看你 我不错 你不错 我真的有事 你的人 你不错 我意思是 你不错 我这一天 我这次一天 和你 你不错 你不错 我对你 我没错 我我每次的 我不是这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状态还不错 那我就放心了 你状态也挺好的 这风大 咱们还是上去吧 行 既然你挺好的 那我就先走吧 子芊 你要好好保重啊 谢谢 范先生 好好照顾自己 好 谢谢 来 来 我走了 他叫你来干什么 他是要跟咱们合作 你怎么说 我没说什么 但是他好那话里有话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我也不进车 看来咱们也好当心他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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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